台湾立法机构本周处理 备受争议的监察人事案 陈居担任台监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提名 成为蓝绿攻防焦点 据报道 本次临时会议为14号起至16号一连三天 由朝野民意代表 针对27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分别进行询问 预定17号立法机构临时会议行使同意权投票 14号由陈居率先接受质询 为避免冲突 台立法机构维安再度升级 严密程度前所未见 据报道 台湾立法机构临时会议期间 以加强周边为安 除了在机构外架设障碍物 封锁多个路段外 台当局行政主管机构 蔡英文办公室都派员支持 超过签名警力在临时会议期间 不妨立法机构周边 此举引发台民众不满 批民进党当局过于浪费警力 而民进党方面则表示 这完全是所谓备战需求 就没有办法走上去 对 所以当我 没有问题 大然应用越高 之前还没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东西高 一层不够 这个障碍已经是两层 国民党也呛掐 就是也说他们明天 也要开始有交土的动作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备战 而国民党方面 此次似乎将抗议重点 摆在场外 国民党党团成员 提前在立法机构对面 人心道上搭起帐篷 设置抗议指挥所 希望借此 股东更多支持者 到场反对蔡英文提位的 27名监委名单 也在这边要奉劝城局 应该要自行地 退出监察院提名 在临时会议召开前 台立法机构召开监察人事案的 公厅会 开会原本应该出席的 八位审查小组民意代表 却只有国民党的 一位民意代表 按时出席 对此台学者怒斥 感觉自己被民进党当猴耍 台湾联合报指出 此次人事案不只涉及 表面上攸关台监察机构 独立于政党之外的超然性 暗地里更连接 8月中旬的高雄市长补选 弥漫出十足的政治意味 陈局既答应接下该项任命 却不可能不知势必引起争议 但民进党当局仍一路袒护 更凸显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人事同意权案审查在即 台立法机构高度戒备 就是尽可能让该案尽快通过 种种迹象显示 民进党上下全动了起来 但就算强行过关 这对陈局上任后的公信力 很可能会产生影响 今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在出席活动时表示 近来治安事件较多 蔡英文感到忧心 她也很难过 要求各县市警局长要负责 她强调奖励要从底层开始 但追责要从负责一个县市的局长 和相关负责主管开始 台警警部门随即表示 高雄市和台南市警局长 应勇于承担责任 以报台内部事务主管部门 职务调整 撤换高雄台南两地警察局长 相关人士表示 自己吻心无愧 已经全力拼治安 我是吻心无愧 我全力的拼治安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我们已经成立重大状案 我们不是只有在表面上 投案破案就算了 对此 有台媒体人直批 苏贞昌连跨三级拔掉一个小官 真的是好大的官威 该媒体人表示 苏贞昌此举的目的很明显 无非是为了自己的人事布局 一来方便未来进行警戒 高层人事调动 二来 涉及调动的人员 一个是侯友仪的人马 明显是为了排挤偏蓝官员 三来是为了架空报复 警征部门和内部事务 主管部门的负责人 这个动作背后 尽显层层算计 让人不寒而栗